这是苏军一支特别的侦察小队 他们不仅行动迟缓反应迟钝 年纪更是参差不齐 最大的已步入古习之年 最小的也只不过15-16岁 他们并非出自于正规部队 而是来自于莫斯科的民兵 1941年6月22日 德军兵分三路 以闪电战的方式突袭苏联 中路见风直指莫斯科 7月3号 斯大林发表广播讲话 号召全民抵抗德国法西斯的入侵 次日 国防委员会通过第十号决议 不信性别 动员莫斯科和莫斯科地区 15岁至60岁以上的人民 都必须参加民兵 短短几天 莫斯科就动员了14万民兵 组建了12个民兵师 这些民兵步伐工程师 会计师 农学家 教育家 作家 律师及记者 既有青壮年 又有垂目老人 由于缺乏武器 他们每三人只能分配一把步枪 大多数人几乎没碰过枪 武器对他们来说 既新奇又陌生 战争初期素军接连失利 前线兵员锐剑 急需预备队进行增援 经过系统训练和战斗编队后 7月底 组建的民兵第四师 被派往厄热夫 维亚基马建立防线 出发前 他们告别了亲朋好友 亲女恋人 罪我杀场军莫效 古来征战几人回 经此一别 便是永别 漫长的行军 让那些垂目之年的人 病死途中 好不容易换乘汽车 却惨遭德军的空袭 让这支民兵组织损失惨重 能抵达目的地的几乎所剩无几 他们在防线上 很快就建立起了营地 随即展开了新的训练 由于缺乏武器 他们依然每三人共用一把步枪 但这丝毫不影响民兵训练的积极性 然而 也有些不堪负重的人 草草地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他们没战死沙场 却败在自己的懦弱之下 但很快 他们就见识了敌人的可怕 这天 营部派几名民兵前往 师部领取生活物资 就在他们装载物资时 仓库外面突然驶了一辆轿车 从车上下来的是一名少校和他的司机 他们的行为极为诡异 就在众人不注意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上校率先勒死了一名大士 绝差异常的士兵 也没能逃过他们的魔爪 可让他们万万没想到 民兵卢卡就躲在仓库内 原来 这是两名德军奸细 他们的目标就是炸毁苏军战略物资 为德军大举进攻莫斯科扫清障碍 此时 不见卢卡的身影 阿力科切赶紧让索科扶回仓库找找 当索科斯看见地上躺着的卢卡时 他大赞不料 立即呼叫救援 卢卡的尸体运回营地时 所有人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 他们不知道这样的结局 哪一天就会轮到自己身上 唯一让他们欣慰的是 上级终于给他们拨来了少量的武器和正式的军装 武器是他们活着的强有力保障 为了激励使气 上级还派出了文工团进行慰问演出 然而德军的战机 似乎闻到了歌声就赶了过来 轰炸过后 整支连队损失惨重 伤亡过半 伤者被送往后放 影帝彻底的暴露 让他们不得不进行转移 经过整兵后的303年 终于有了自己的军旗 他们宣示 他们必须忠于党 忠于祖国 人在其在 没有命令不准后退一步 这天 正在构筑攻势的士兵们 第一次见到了前方阵地上败退下来的伤兵 这说明 他们距离与敌人战斗不远了 从中尉口中得知 前方阵地已经被德军占领 团部下令撤退 他们连如今只剩下这些残兵 战火很快就会燃烧到这里 然而此时此刻 营地却对德军一无所知 为了摸清德军人员配备和火力部署 以便更好地展开防御 上校决定从一排抽调人员前往侦察 随行的 还有一名拍短视频的大卫 为了避免引起德军的注意 大师早就警告过他 行动中禁止拍摄 然而大卫并不当回事 依然我行我素 也正是他的任性 差点让整支侦察小队有去无回 村落外 德军正在清理宿军的尸体 此时 大卫将大师的警告抛之脑后 架起摄像机就开始录制起来 摄像机发出的动响 把大火惊出了一身冷汗 同时也惊动德军 大卫队陷入德军围堵的队友一步步 扛起摄像机掉头就逃 另一边 为了抓捕一名舌头 两名民兵设置的陷阱 没想到大卫从树林中出来 又架起了摄像机 见场面瞬间失控 他赶紧放下摄像机跑过来帮忙 起料 反被对方一枪干倒 而索科夫则是被德军愣在地上来回摩擦 曾经是全村人唯一希望的他 在能就此轻易倒下 只见他一个翻身掏出匕首 整个战斗 最终以4比2的绝对优势成功打倒对手 活捉利盈德军少尉 而另一边 侦察小队已陷入德军重重包围 危急时刻 索科夫驾驶马车冲过硝烟飞奔而来 顿入丛林成功返回营地 不幸的是 受伤的大卫最终也没能挺过来 这次行动看着似乎很成功 但从舌头口中得知 民兵的营地早就被德军火锡 他们早就掌握了营地的兵力部署和火力配备 还知道他们并非真正的部队 德军少尉很是嚣张 扬言 在你们庆祝十月革命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拿下克工的时刻 并在里面以罪方休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侮辱 随后 德军的报复也随之而来 其来的轰炸 让毫无防备的民兵损失惨重 毫无战斗经验的他们 此刻才知道战争的残酷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 找好掩体躲藏起来 因为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在德军一轮轰炸过后 尚未迅速组织有生力量做好防御 应对即将进攻的敌人 果不其然 德军开始不坦协同 向苏军阵地步步逼近 而作为机枪手的四百斤 还没等敌人进入射程 由于紧张便率先开火 就这样 整座阵地唯一的重火力被暴露 民兵第四十三零三点 就这样与德军展开了第一次正面交锋 面对德军来势迅猛的坦克 苏军跑兵立即使用火炮进行反击 然而 由于缺乏训练 好兵临去两发都为命中 没有任何威胁的德军坦克 不无人之境记录苏军阵地 由于没有应对坦克的武器 民兵的燃烧瓶 成了坦克的克星 士兵砸出了第一个燃烧瓶 同时也将自己的生命 永远地留在了战场上 被燃烧的德国士兵爬出舱外 民兵会补上一枪 这是对牺牲战友的复仇 也是对敌人最大的仁慈 此时 德军已经进入重机枪的射程范围 大卫立即下令 重机枪火力全开 这是能迟缓敌人进攻的唯一办法 然而机枪守斯莱金 却被德军的攻势吓破了胆 由于害怕而不知所措 犯有老花眼的田丹守康不理气极快 如果不能及时开火 德军很快就能冲破防线 无奈之下 他摘掉斯莱金的眼镜给自己戴上 恢复势力的康布里奇 蹦下了扳机 虽然德军的进攻遭受重创 但很快 他们在不坦协同作战下 还是冲破了苏军正面的防线 双方展开了肉搏战 但在训练有素的德国国防军面前 苏联的这些民兵简直不堪一击 尽管都死 这些民兵也没有一人退缩 炮兵连长在所有炮兵都倒下的情况下 依然单兵装填炮弹上膛 给敌人以致命武器 但这依然改变不了即将惨败的现实 就当民兵先临绝望之境 意外却发生了 德军的坦克突然被不明的炮火袭击 只见三辆苏军重型坦克 霸气威弩地从从林中窜出来 整个战局瞬间扭转 刚才还在势如破竹的德军 不禁在重坦的炮红下 不得不放弃了此次进攻 纷纷向后撤退 德军进攻受挫 大大鼓舞了民兵们的士气 然而坦克部队也只是路过 他们还要执行更重要的任务 接下来的战斗 也只能靠民兵们自己扛 整支连队 如今只剩下不到一半的兵力 如何才能抵挡得住德军再次进攻呢 炮弹也仅剩三发 上校赶紧下令会师部拿不及 然而 当他们赶到师部时 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满地一片狼藉 中尾绕里圈才发现 这里早已被德军占领 正在愣神间 屋内突然窜出一名德国士兵 枪声引来德军的注意 中尾大喊 随后一脚地板又冲出德军包围圈 回到营地后 少校没见到补给 得知师部早已被德军给端了 他立即指点少将 然而此刻 少将也无能为力 整个师部 如今只剩下他一个光感资历 他下达了最后的指令 第四十三零三连已经完成任务 可以撤退了 可上校已没有莫斯科的命令为由 拒绝撤退 他们将坚守到最后 只是战死最后一名士兵 少将见大势已去 缓慢地推开防门 外面全都是德国士兵 战虽然打输了 但作为军人的尊严不能丢 这样的军人 值得所有人的尊敬 很快 德军就发起了第二轮进攻 民兵把所有压箱底的都拿了出来 打光所有炮弹后 中尉第一个冲出了战壕 随着一声乌拉 所有的民兵从战壕中倾气而出 民兵虽然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 但此刻面对敌人的进攻 没有一个人退缩 然而 个人的抵抗已经无法扭转整个战军 指挥所内 上校看着来势凶猛的德军和不断倒下的民兵 他最终还是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而整个指挥所 被德军坦克掀了个底朝天 上校也被炸成了重伤 民兵们只能边打边撤退 最后顿路丛林 303连如今打得只剩下二十几号人 重伤的上校下达了最后的命令 一定要把活着的民兵都带回莫斯科 然而 这一路注定不太平 夜晚 上校由于伤势过重 最终也没能挺过来 正当大伙都沉浸在悲痛中之时 德军已经追了上来 并用广播喊话立即投降 可战斗民族宁可站字也绝不投降 趁着黑夜 民兵暂时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他们要想彻底地摆脱敌人返回莫斯科 就必须前往火车站 就当少校和中备商量决定带领队伍向火车站进发时 德军再一次追了上来 这回 德军直接动用排击炮 对303连进行精准打击 在少校的带领下 303连再次摆脱了敌人的追击 几天的逃亡生涯 战士们早已鸡肠路路疲惫不堪 一名战士突然发现 前面有一片土豆地 饥饿的他们忘记了危险的存在 冲进田地扒出土豆 便开始狼冲火焰起来 相比敌人 他们更加害怕饥饿 正当他们沉浸在美食的喜悦中时 危险也伴随而至 远处的马路上德军再次追了过来 德军匿急的子弹呼啸而来 炮弹在他们身旁不断炸开 还没反应过来的民兵倒在雪坡中 在德军排击炮的轰炸下 303年的战士在不断锐减 好不容易摆脱敌人赶到火车站 他们才发现 李早已被德军占领 在中尉的带领下 几名民兵迅速潜伏在火车底下 他们要找一辆运送弹药的轨道拖车 只要有这辆拖车 所有的民兵都能回到诺斯科 就当弹药被德军转移走后 几名民兵迅速行动 潜伏在树林中的少校见几人得手 便搀扶着伤兵走出树林 在中尉的德军迅速赶来 眼见情况危急 少校果断下令开车 自己则留下来拖住敌人 见少校为大家使一声望死 中尉和机枪手也选择游了下来 他们愤怒的子弹 为对流营的撤退争取了时间 直指打完最后一颗子弹 莫斯科的民兵在缺少武器弹药 缺乏军事训练的情况下 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在维亚基马牵制住了至少20个敌军师 在冬季来临之前 将德军抵挡在莫斯科之外 为莫斯科构筑防御体系争取了宝贵时间 为伟大的魏国战争 画上了隆重的一笔